美眉平历史最佳空球后卫,魔术是领衔,库里跟他最接近,是谁告诉我们NBA历史最佳球员,只能是一个人呢。 通常情况下,现在很多球迷不认为凭选历史最佳球员,成了迈克尔·乔达和勒布朗·詹姆斯这两人之间的竞争,但是请允许我把他们俩分开来讨论,乔达是得分后卫,而詹姆斯是小前锋,尽管在当今篮球场上的传统位置已经逐渐模糊,但是历史中也无法让库里去到五号外,将戈贝尔·约基奇这些球员去打一号外。 所以,篮球场上的一到五号外还是有区分的,当然,很多球员可能打许多位置,比如烧门位,风位摇摆人,既能打四号位,也能打五号位的大前锋,但是,我们仍然愿意将每个位置,上的最佳球员都评选出来,这样一来,我们就能得出一套历史最佳阵容。 从一号位到五号位,今天,借篮球为各位带来的是历史最佳控球后卫的评选情况。 这次评选一美国著名体育媒体《露天看台》的文章,为依据《消息源节图露天看台》评选的历史最佳控球后卫人选是魔术师约翰逊。 他自1980年进入联盟,到了1996年退役,期间有四个赛季没打球,只为一支球队效力,洛杉矶湖人,可以说魔术师约翰逊是一人一成的早期代表人物。 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为19.5分11.2,助攻1.9下段0.4盖茂,高阶数据为,效率值为24.1,真实命中率高达61%,胜利贡献值为155.8,每次18分钟胜利贡献值为0.225,攻防两端贡献值高达6179.54。 摸索一句,很多人对TPA不了解,他值得是一个球员在攻防两端对球队的贡献,数值越大贡献越大。 我把魔术师约翰逊的这个数据分享出来,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,他排名历史第七位,第一位是詹姆斯,分数高达9831.01,看到了上面的数据,我想提一个问题, 如果魔术师约翰逊在当年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被迫告别NBA的话,他到底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呢? 那会问了,到底是什么身体原因吗?我相信评论区会有人给出答案,31岁的魔术师约翰逊离开NBA赛场时只有31岁,当时他的职业生涯场均数据, 被19.4分12.5处攻击篮板,投篮命中率为47.7%,拔球命中率高达90.6%,进入30岁以后,他的数据也一直是巅峰时期的输出。 除了数据漂亮到毫无争议以外,魔术师约翰逊还是胡人Shotan时期的领袖,他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呢? 如果今晚篮筐对他上了锁,他还可以通过全球帮助球队,著名篮球作家比尔·西蒙斯这样评价他,跟博德或者约翰逊在一起打球久了。 你会逐渐开始看见过去我们视而不见的角度,乔达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个人球员的巅峰,但是他无法像博德和约翰逊那样把其他人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级别。 老实讲,比尔·西蒙斯最球星的评价下来公正,有时候甚至很刻薄,熟悉他的都知道他是一名凯尔特人的超级球尼。 对于魔术师约翰逊的评价如此之高确实少见,举个例子吧,历史上只有六个人曾在单赞记拿到过场军22分11助攻这样的表现,魔术师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。 这并不是最厉害的,其他五个人的名字是奥斯卡罗伯特森,阿奇伯尔德,哈登,凯文约翰逊和克里斯保罗,除了魔术师和罗伯特森是三次拿到这样的数据以外。 其余四个人都只拿到过一次而已,我忍不住又想问一遍,如果魔术师约翰逊跟32到35岁之间没有休战的话,他将会创造怎样的传奇呢? 露天看台把魔术师约翰逊评为了历史最佳空外,但也给出了几个追随者,克里斯保罗,奥斯卡罗伯特森,斯托科顿和杰里维斯特,请注意,排名有先后。 另外,露天看台还拼选了现役球员跟魔术师约翰逊最接近的球员,史蒂芬·库里。 很多人认为保罗非常接近超过魔术师的历史地位,但是很不幸,保罗至今还没拿到总冠军,他的手上还没有总冠军戒指。 但是,史蒂芬·库里就不一样了,库里有三个总冠军,两个常规赛MVP,尽管库里是历史50大球员之一,但是他想与魔术师相提并论,的话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。 上面提高的攻防两端的贡献值,库里只排在历史第34位,胜利贡献值仅仅排名历史第93位,而魔术师排名第21位。 尽管如此,库里仍然是现役球员里跟魔术师最接近的球员,因为他的忍耐性,相对年轻的年纪,以及似乎能击败是光老人的潜力等等。